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再善良 也别对这三个人仁慈 否则会招惹祸断 近些日子 我不免心绪烦躁 一个人到郊外的寺庙散步 途中寓意僧人 他看我面容憔悴 被我作洒闲聊 宽慰我的心 是的 步入终点后 我唯一的感觉 我唯一的感觉便是心累 我想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吧 有时候 我们的心累 或许来自不被理解的痛 也可能是来自家庭里的重担 但最无奈的 恐怕是 自己付出的善良 却被当为一种理所当然 最后 祸害到我们身上 我问僧人 是不是人世间 都会存在 这样的苦呢 僧人笑了笑 告诉我 烦恼 解来自于心 心不平静 烦恼 表会纠缠于心 人生 重担一个看淡 不值得的东西 就扔掉 又何谷 折磨自己 最后生人 给了我一些建议 他告诉我 等到四十后 做人 就不要在这方面 仁慈了 越仁慈 往往命越高 因此 也会因此 而惹上祸端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能深深明白 那种痛苦 所以 就别不信 第一 对繁咬一口的人 别仁慈 老僧告诉我 并非所有的人 都一善人 善良是一种 珍贵的品质 是发自内心的善 拥有善的人 也是一种应得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等接触的环境 不同以后 人心便开始 蕴杂起来 从而 慢慢丢掉了 内心的善 生活中 有这样一种人 利用他人的善良 为自己牟利 当发现自己的利益达成时 再一脚将对方踢开 毕竟对方是善人 所以内心也没有 过多的惧怕 这样的行为 我们常常把其称为 反咬一口 也害得自己 不懂感恩的人 因为我们就不要再仁慈了 如果继续仁慈下去 那么我们必定 定然会受到很多的牵连 步入中年后 我也渐渐发现了这个道理 人的善良要带点锋芒 我们的人慈 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 有些人不懂得珍惜 但我们也不必继续客气 穿起来也是一种好事 第二 对怕事的人来说 别仁慈 老森告诉我 对自己狠心的人 其实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从这个角度出发 也可以联系到那些 生活极度自律的人 他们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从不允许自己犯错误 这种几乎可怕的表现 其实才称得上真正的厉害 人 最忌讳的便是对自己仁慈 逼方说遇到落魄和坎坷时 他们往往会安慰自己 算了吧 我可能翻不了身 正是因为这样的人慈 才害得自己从而越发的落魄 再者就是受了别人的欺负 不敢迎面对抗 以为安慰自己 我应该让着他 从而受到的欺负越来越多 所以做人 首先不能对自己太仁慈 该面对的 始终要面对 勇敢一点 对别人 不时机讨好座位 做好自己就行 对自己 也不必放纵 越自律 越成功 只有那样 我们的人生 才有无限的可能 第三 对企图利用我们的人 别仁慈 老僧说 生活中有一种人 虚心假意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当他们发现 我们有利可图时 他们便会想尽办法 接近我们 讨好我们 让我们卸下防备 最后利用我们 从身上获得的 自己想要的好处 到那时候 我们就有口说不出了 步入中年 我渐渐地发现 人与人之间 已经很少有单纯的友谊了 有的只是利益相互关系 那我们的 和你很烦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要擦亮双眼 生气那些 企图利用我们的人 别仁慈 有一句话说得好 对强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 最大的残忍 话虽然实在 但却聚在理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能明白 它真正的含义 朋友们 凡事靠自己 勇敢地活下去 勇敢 哪里有烦恼 就从哪里去分析 然后改变自己的人词 生活就慢慢好起来 加油吧 本期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